桃園機場大廳出現了最近少見的人潮 陶雞在入境大廳規劃了兩處 入境旅客專屬用餐區 以及31處專用廁所 為了就是要分流入境旅客 由於有入境居家檢疫的問題 指揮中心預估入境人數 27號 28號將達到高峰 因為隔離14天出來之後 正好可以回家吃年夜飯 但專家憂心 不逃群聚尚未落幕 緊接著迎接眾多回來的旅客 幾乎可以說是內憂外患 很多旅外的旅客 或是台商陸陸續返國 兵器管控上可能需要更多 更嚴謹的措施 去預防更多的境外移入 以免造成破口 除了疫情拉簡報 國內的防疫旅館也告急 以六都來說 北市桃園台中的住房率 都達到了八成以上 新北台南和高雄 甚至達到九成以上 幾乎是達到了全滿的狀態 在集中檢疫所的部分 目前預備了4500間 現階段也已經使用了2290間 其實從20號開始 就不斷有滑腳返台 到了21號已經有兩萬一千人入境 27、28將達到居檢人數高峰 大約在五萬人上下 目前全台居檢人數逼近52萬人 專家點出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居家或集中檢疫的人 起碼都應該要採檢 否則將成為不定時炸彈 專家直言目前中央的隔離政策沒有搭配檢疫 這在防疫上會出現很大的漏洞 春節入境人數暴增 內憂外患的不定時炸彈萬一引爆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劉志展張志謙王一仲 台北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Oil 點燃 je